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两道有关字符串和数组的算法题 第一道题涉及到字符串的旋转 第二题涉及到一个二维数组的变换 这个二维数组的变换我们会引发出一个概念 叫做一维启发式的数组算法 OK,我们先看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是这样的 A含有N个元素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申请到足够大小的内存的话 那么我们要想把A从这个下标为I的位置开始进行旋转 是比较简单的 例如A的数组含有ABCDE五个元素 那么I等于3也就在这一个D的位置 那么要求把这个字符串A从这个D的位置开始旋转 旋转后的A就是DEABC 也就是把这个DE拉到了这个A数组的前头 这相当于做了一个旋转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们能够申请到一个内存 内存的大小跟这个A数组是一样大小的话 我们只要把这个DE 把这个E放入到新内存的首位 把D放入到新内存的第二位 然后把ABC再填充新内存剩余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旋转做的就会很轻松 但题目要求是我们设计一个时间复杂度为ON的算法 同时空间复杂度为OE 也就要求我们不能分配多余的空间 这样的算法 使得A能够从某个指定的位置I处进行旋转 那么大家可以试一试 拿纸和笔试一试 自己尝试试一下 看有没有能够有自己的解法 那么这道题呢相对来说呢 也是一道难度比较大的题目 在一个小时或15分钟之内想到答案的话 还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大家如果尝试已经自己做过的话 我们看一看下面的我提供的一些思路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给我发私信 OK 然后我再根据大家的说法进行改正 那么根据我们看一下 以前我们前面讲到过的这个算法的思维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有简单助难的原则 我们看一看最简单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那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把数组A的每一个元素着个位移 直到旋转完成为止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把E存储起来 然后把ABCD往后挪一个位置 然后把E放到前面这个位置 就变成了ABCDE 紧接着把这个D存起来 然后把EABC往后再挪一次位置 然后再把这个D写入到前面来 这里写错了 应该这样的话 我们经过这个两次位移的话 经过两次位移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我们这个数组的这个倒转旋转 就可以完成这个旋转 但这么做的做法问题就在于呢 我们每一次位移呢 都需要把整个数组挪的 每一个元素都挪动一次 那么每一个数 每一个元素都挪动一次的话 由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N 那么每一个元素都挪动一次的话 我们的这个挪动的总次数就是N 如果这个I是在处于这个我们这个数组的中间的话 也就是I处于二分之N的话 那么我们每一次用N乘以二分之N 一次挪动N次 那么总共要挪动二分之N次 那么乘起来就是二分之N的平方 那么这样的话 总的算法时间复杂度是ON的平方了 当然这么做的话 是可以满足这个空间复杂度的需求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改进一下当前的做法 使得我们的算法既能够满足复杂度为ON的需求 又能够满足空间复杂度为OE的要求 那么下面我们是这么做的 大家看一下 假定如果我们这个I正好处于正中央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无需要 并不需要每一次的 并不需要移动每一个数组 每一个元素 只要我们进行一些巧妙的两个元素的互换就可以了 大家我们看一下 给定如果啊 给定我们是一个这个数组是ABCD的话 那么I等于2 那么2就正好指向这个C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如下的方式互换 首先呢用这个A和这个C进行交换 换了之后就变成CBAD 然后再用这个B和这个D进行互换 那么换了之后就变成CDAB 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CD 那么转了一次挪到了前头来 然后AB换到了后面去 但这个换法呢 我们只是做了两次交换 并不需要把每一个元素都挪动一个位置 由于只是对由于只是元素进行啊 由于只是指定某一个元 某指两个元素之间进行交换 那么整体整个元素啊 整个算法和挪动的这个操作次数实际上是一个ON 大家看了对吧 因为我们只是两两互换 那么每一个元素最多只互换一次 那么N个元素的话最多就互换N次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种互换的算法呢 实现这个转移的效果呢 就只需要是这个 一次N次最多N次操作就可以了 OK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情况 就是这个I呢 I后面的元素和这个 就是两个互换部分的元素呢 正好是相等的 那么大多数情况之下 如果互换的两部分元素的个数 并不是成整除的关系 或是相等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OK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将上这种互换的做法 推有广子的话 我们必然会碰到这种 前面互换的部分和后面互换的部分 不能相等或不能整除 也就是不能两两一字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后面的算法 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处理这样的情况 我们做一个假定 如果说I从I开始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从I开始的这一部分 我们用 我们 比如说这 由于这个元素I的下标 把整个数组分成了两部分 那么一部分呢 是前面开始的 由0到I的这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从I开始的 N-I 或N-I所剩下的元素的这一部分 那么于是 整个根据整个下标I呢 就把数组分成了两部分了 那么假定呢 我们做一个假设 I是大于K的 如果不大于K 我们大不了导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导过来 从后面看 从后面算 操作的时候 由后面大的那一部分开始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一般性 我们可以假设 这个I是大于K的 我们把K后面 我们把后面的K个元素 也就是这个K等于N-I 我们把后面的K个元素 以前头的连续K个元素 相互交换位置 大家注意 如果K是这里的话 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做的时候 也是把后面这两个元素 CD和前头连接的 同样的两个元素 进行相互交换 是这么做的 交换之后呢 如果前面的元素 还大于K 那么就继续交换 直到前面的元素 小于K为止 如果I能够整除K的话 也就是前面这一部分 是能够整除K 或等于K的话 我们就很好办了 大家注意看 我们举个例子 那么如果前面的I个元素 能够整除K的话 假设I除以K等于T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连续进行T次的交换 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举个例子 I等于4 4的话 那么I指向这里面的 这个数组的E 于是呢 K那么N-I就等于2 那么前面的I呢 就是4 那么4就正好能够整除 我们这个前面的I就能够整除 正好整除我们后面的这一部分K一个元素 大家看一下 那么N等于6 那么K就等于N-I 因为I是4嘛 就等于2 那么T就等于I就是4 那么T那么前面的I就等于4 那么T就等于4除以2就等于2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连续两次交换 大家注意看 先把这个EF跟它前面的这个CD进行交换 进行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交换 C和E交换 D和F交换 这样的话EF就可以换到中间来了 那么由于EF前面跟着的元素的个数 仍然是大于等于K的 于是我们继续做同样的做法 A和E交换 B和F交换 那么这样的话交换之后 EF就可以跑到前面来了 那么ABCD就跑到后面去了 这样的话 我们经过这个T乘以K次交换 那么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 元素这个转折旋转的这个要求 同时我们并没有分配新的空间 那么整个时间算法 整个需要交换的次数是这样的 由于我们一次交换的操作次数是K 对吧 那么连续交换的次数是T 那么总的交换次数是T乘以K 就是I除以K乘以K 那么就等于I次 那么就小于N 那么所以我们整个的算法复杂度 是一个线性的 OK 那么问题来了 问题就在如果前面的I个元素 不能整出K呢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处理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用K0来记录前面的I部分的元素的个数 用K0来记录的话是未来在后面做这个推导的时候标记写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用K0来标记前面这个I部分的前I部分的元素的个数 也就是K0就等于I 那么用K1标记I后面元素的个数 那么这里的K1就等于前面描述的这个情况的K OK 那么K0而K1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个标记都是为了做后面推导 比较方便 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I不能整出K 那就意味着K0不能整出K1 假设K0对K1求余得到的数值是K2 那么K0减K2的话就肯定能够整出K1 对吧 因为K0对K1求余得K2嘛 所以K0减去K2就能正好能够整出K1 那么K0减K2再除以K1 那么这样的话 根据我们前面这种说法的交换次数的话 就正好能够进行这么多次交换 就是K0减K2之后再除以K1次交换 那么就正好能够经过这么多次交换了之后 那么K1前面就正好剩下这K2个元素 OK 那么由于交换的每一次交换的操作次数呢 是这个K1 也就是每一次交换的次数是K1 那么总的交换次数呢 每一次交换的这个两两交换的次数是K1 那么需要交换的次数是K0减K2除以K1次 所以第一轮交换的总交换次数就是这么计算 就得到的是这个K0减K2次 这一步应该比较好理解 大家可能稍微琢磨一下就可以理解 这里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运算 那么剩余的K2与K1个元素进行交换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 用因为K2小于K1 所以用K2跟后面的K1做相应的元素兑换 做相应的元素兑换 由于K2小于K1 如果这个K1不能整除K2的话 假设这个K1模K2就等于K3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算出总的交换次数 就是这个K1减K3再除以K2 然后再乘以K2 就是等于K1减K3次 OK 大家这一段应该也不难理解 只是一个简单的加减乘除 稍微花点精力 大家应该能对这里面的推导 应该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突搂广资的话 我们也不断进会 那么在这种突搂广资 那么这种交换的情形不断进行的话 那么总的元素交换次数 大家可以看到有个规律 第一次是K0减K2次 第二次是K1减K3次 第三次是K2减K4次 第四次是K3减K5次 那么这么一词走下去 无限制 那么总有停的时候 它是个有限的 总有停的时候 那么把这个式子 把这里面把这个括号都给去掉的话 我们就变成K0加K1加K2减去 K2加K3加K4 那么最后的话 假设我们进行到第1N加1次就停止的话 那么最后我们这个复杂度 就是K0加K1减去这个K的N加1 那么大家知道K0加K1就等于N 而这个K的N加1呢 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整个一减下来是小于等于N的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前面所述的这种两两交换的 两两兑换的这种操作做法的话 实现目的的话 实现我们最终的旋转目标 只需要不多于N次的总交换次数 就可以实现了 所以即使前面的I不能整除这个K 我们的算法复杂度仍然是这个线性的 同时我们又不分配新的内存 所以我们这样的做法是能够满足题目的要求的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一看 红色的部分我们就是K0 那么绿色的部分呢就是K1 那么I就等于11 再看一下把这个绿色的部分跟前面两两交换 12 13跟10和11交换就变成这种情况 然后12和13再和8和9交换就变成这种情况 那么整个一轮交换下来 最后形成这个12和13排在这里 那么前面还剩一个是1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K0是这个K0是11对吧 那么N减这个K1是2 那么11去摸2就等于1 所以前面会留下一个元素 那么前面这里面总共进行了五轮 每一轮都是两个数字进行交换 那么总共下来就是进行了十次交换 所以这里面交换的总次数 跟我们前面的推导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第二轮已经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K1等于2 K2等于1 由于这个K2是能够整除K1的 于是把这个K2部分的元素就是这个1 跟这个K1部分的元素 也就是12和13交换 那么换一次之后就变成这种情况 然后再换一次就变成了这种情况 那么这样下来的话 我们整个数组就旋转完毕了 那么第二轮需要交换的次数是2 那么总交换次数是12 12是小于整个元素的 整个数组的长度是3的 所以就通过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这个算法是可以满足题目条件要求的 同时总共的操作次数是12 是小于这个元素的长度的 因此是满足这个线性 线性的这个时间复杂度要求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出了一个 这种通过两两字换的方式 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个元素数 数组的旋转 同时满足题目的时间复杂度 和空间复杂度的要求 OK 这就是第一种做法 那么这种做法呢 主要是在这里面推导的时候 稍微骚扰一点 但是这个推导呢 实际上也就是用到了简单的加减通除 所以大家如果这里面推导没错的话 大家相会用花点时间 应该就很容易明白 OK 这是一种做法 那么第二种做法呢 就更加简单了 只不过第二种做法呢 就是需要我们去具备一些灵感 这种做法的灵感呢 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 大量的积累经验 大量的 要必须要构建一个非常扎实的算法 基础 算法和数据结构的基础 我们才有可能想到这种做法 那么这种做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是有这个A的数组是ABCDEF 那么I等于4就把它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红色的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绿色的部分 那么第一次做法呢 是将整个数组进行倒转 变成了是FEDCBA 第二步呢 分别将绿色和红色的部分倒转 那么绿色部分倒转就变成了EF 红色的部分倒转呢 就变成了这个ABCDEF 那么经过这两步了之后呢 整个的 整个条件 就是我们题目的条件 就完全可以满足了 大家发现第二种做法的话 就简单了很多 比第一种做法就更加高明了 只不过第二种做法呢 要想在这个压力和时间的限制之内想到的话 是需要比较扎实的 这个算法和数据结构的基础的 同时也可能需要当时的灵观一线 那么在这里呢 第二步做的时候呢 主要是这个数组的倒转 可能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何通过这个一个线性的时间之内 也就是通过N次操作之内 把这个数组倒转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首先是有两个指针 分别指向数组的头部和尾部 然后把这个头部和尾部的元素交换 然后把这个头部的指针往后退一个 把尾部的指针 然后再往前退一个 然后再把头部和尾部的这个指向的元素相互交换 那么一直这么走 直到这个头部指针和尾部主针进行重合 或者是尾部指针越过头部指针为止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元素的倒转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在做这个第二种办法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操作 对这个数值倒转部分进行相应的操作 使得这个元素倒转的时间复杂度限制在N次之内 OK 这是第二种做法 由于这个题目的这个代码的实现比较简单 所以我没有实现大家在这个下面可以自己拿纸盒笔自己试一下 大家记住一定要用纸盒笔来试 试完了之后再再然后再到上级编程 因为我们面试的时候都是用纸盒笔或者是用笔在白板上写的 所以我们为了尽量的去模拟当时的面试环境 大家一定要在下面自己练习的时候用纸盒笔来进行练习 那么练好了之后再上级操作 这样的话我们在算法面试的时候就能够才能够更贴近当时的具体 提供更贴近当时的具体情况才能够呃实现成功的可能性才能够会更加加大 OK 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呢是这样的 第二道题是一种叫做Skudo的一种棋盘游戏 这种Skudo的棋盘游戏呢是一种逻辑游戏 它是一种九乘以九的网格要求每一行每一链每个三乘以三的直网格都由一到九个数字填充 同时要求这个每一行每一链每一个直网格填充的数字都不能重复 那么给定一个这样九乘以九的二维数字之后 那请给出一个满足条件的填充算法 OK我们这边画一个网格试一下 五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五七八 画一个八个网格 这还缺了一行 好这就行了 大家看到这里面是九乘以九的网格 它要求呢我们这里面填的数字呢 每一行不能够重复 数字不能重复 然后每一列不能重复 同时每一个三乘以三的直网格 大家去看 这里是一个三乘以三的直网格 这里也是一个三乘以三的直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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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行每一列都要填充一到九的这九个数字 同时每一行每一列数字不能重复 并且每一个三乘以三的直网格里面的数字都不能重复 那样可以转化为图论来解决 到后面我们会详细讨论图论相关算法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用这个经典的八王后算法 就是这个一维启发四搜索的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一维启发四搜索呢 是这个算法有数据结构的一种非常经典的算法 算法思维 同时也是当前我们这个大数据或者是人工智能常用的一种智能算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思路如下 假定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是合I和追 也就是DI和DJ行 那么在DI和DJ的空格 我们要填一到九个数字 使得选取的这个数字必须要满足DI行的所有数字都不能重复 DI列的所有数字都不能重复 那么如果要找到满足这样条件的数字 假定我们当前在这个I和J这个网格内 我们去便利一到九这九个数字 然后从中选出一个满足条件的数字 那么如果能够选中这样的数字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如果当前在I和J找不到合适的数字 也就是说我们便利一到九了之后 发现无论选取一到九中的任何一个数字 我们去填取的话 那么在DI行或者在当前所在的列 或者是当前元素所在的这个三乘以三的织网格 都会发现数字重复的情况的话 那就意味着我们上一步 就上一步选取的数字不合适 于是退回到上一步 重新选取一个合适的数字 然后再回到当前的位置 看有没有产生新合适的数字 如果还没有 那么就继续退回上一步 重新选取合适的数字 那么对于这个算法呢 我们必须要看代码来 因为代码的话 胜过千言万语 当当用语言来解释的话 可能真的很难传达这个算法的具体做法 OK我们看一下是具体代码是怎么做的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代码呢 是用来去满足一个去填充一个九成九的一个这个 这个Skudo这个样的二维网格 那么在这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是一个确位 确位里就是当我们处于第i行 第追列 并且填的直射这个值的时候去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先看一下在第i行 应该是看的是在第i行有没有数字重复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返回Force 同时在同一个循环里面我们去看一下第追列 第追列有没有重复的数字 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对我们要返回一个Force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走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得到这个元素i和J所在的 这个三乘以三的直网格 然后在这个三乘以三的直网格里面去看一看 有没有重复的数字 如果有重复的数字的话 我们要返回Force 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返回处 OK 那么这个Skudo呢 就开始进行我们填充的这个算法了 那么填充的时候 我们是从以列为当 以列来填充的 也就是我们从第0行开始 填第0行第一列 第0行第二列 一直填到第0行第8列 那么填到第0行第8列之后 就填取第1行第0列 第1行第1列等等这么下去 所以当这个Y这个列大于9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Y制成0 然后让这个X加加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填充下一行 那么如果这个X已经大于9了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的填充都不出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X已经大等于9的话 那么我们就返回处ce 就不用再做了 因为我们只有9行9列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关键 那么当我们处于这个X和Y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1到9里面去寻找 1到9个数字中去寻找 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数字 如果我们选取到一个合适的数字之后 我们把这个数字填充到当前这个X和Y这个网格上 那么然后我们去看下一个X和Y加1 后面是否能够填取成功 如果后面不能填取成功的话 就表明我们这一行 我们这个X和Y这一步 选取的这个数字不合适 选取到这个数字 使得后面不能填取成功 使得后面这个X和Y加1开始 不能按照要求去填取相应的数字 所以在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要重新换一个合理的数字 然后再让后面的步骤 填充步骤去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 如果不能成功的话 我们再重回到这一步 再换取另一个新的合适数字 然后让这里面再让后面 然后再让后面的这个尝试去试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 如果在这里面我们选取了1到9个数字 都不能成功的话 我们要退回去 再让上一步重新去选取别的数字 然后再回来尝试一下 那么这种方法呢 就叫做一围起发射搜索 我们运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OK大家看这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 当前步骤 当前步骤这个尝试都不成功 那么当前的步骤是这个1和这个Y是6 也就是说在1和6这个位置呢 我们无论选1到9中的任何一个数字都不能满足条件 大家看一下当然情况是在1123456789 然后在这里面是这么选取的 那么在这里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选取1到9呢都不能够满足条件 于是我们要退回来到这一步 把这个3换掉 换成另外一个合适的这个数字 看行不行 换成另一个合适的数字之后 再返回到当前的这个步骤 看我们当前这里面去做 能不能满足条件 那么这就叫做一围起发射搜索 也就是当前我们不能完成的时候 返回到上一步 让上一步换取另外一 让上一步换取另外一种新的尝试方法 换来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一步看 能不能有满足条件的情况出现 如果有的话继续往下走 如果没有的话继续退回到上一步 让上一步去更换新的做法 你看看上一步完成新的做法之后 我们当前这一步 能不能有满足条件的这个做法出现 OK这就叫做一围起发射搜索 我们往回看一下 OK返回到这里了 那么当由于这里就是1和5 1和5 OK那么在这里面返回是这个FORCE的话 我们就要让前面的另外新选择 选择一个新选择一个新的数字 OK又过来了 1和5 那么原来1和5的数字是3 现在我换了一个新的数字 大家发现换成了一个新的数字是7 换新的数字是7之后 看能不能成功 换新的数字之后 OK好像是成功了 还是不能成功 那么我们继续到1和7 对对对1和7之后 由于这里设了断点 我们走到这里面又进来 那么前面换了7之后 我们这里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数字了 大家看到 这合适数字是3 大家看到 这里看一下 大家看到原来这里面这里是3的 原来这里填3的话 我们后面 123456 大家看 原来1和6是没法填的 现在我们把前面的1和2 原来这里是没法填的 现在我们换成了这个 原来这里是3是没法填的 现在我们换成了这个7 把3换成7 看一下后面这里面的数字能不能成功 OK我们往下走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原来这里面是3 我们这里原来这里1和6 1和5是3的时候 那么1和6是没有任何数字可以满足的 那于是我们退回到1和5 发现1和5贯成是7之后 1和6就有数字可以满足了 那么这种做法呢 就叫做一为启发式搜索 那么顺路这么走下去 如果遇到后面的 如果这里不能填 这里找不到合适的数字的话 就要换回到这里面 去选取3以外的满足条件的数字 然后再回到这一步 OK 那么如果那么就这种方法呢 如果还找不到的话 那么就一直往回退 一直往回退 然后一直尝试到合适的方法为止 大家发现没有 这种一为 这种一为启发式搜索 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 实际上是一种另类的枚举法 如果这种方法 如果我们当前的棋盘 确实存在一种可行的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这种做法 相当于是一种一一枚举 没举到 从举 没举所有可能性 如果这种所有可能性之中存在合理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合理的做法了 如果穷举了所有可能性都找不到满足条件的填法的话 那么我们就发现整个棋盘就没有合理的满足条件的算法 所以我们这种一为启发式搜索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枚举法 在它的用处其实很大 在以前IBM的森蓝用来战胜世界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 实际上用的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一为式的搜索算法 只不过是当时IBM用了大量的极其集群 同时通过统计卡斯帕罗夫走棋的走法 从而加深了一为探索式的效率 大家发现我们现在一为探索是很笨的 是每一步都要穷举所有的情况 那么当时森蓝做的就是通过统计卡斯帕罗夫下棋的走法之后 在这里面一为搜索的时候 他不需要去穷举所有棋盘的情况 只要通过原来对卡斯帕罗夫的走法进行统计了之后 在这里面去进行一为搜索的时候 能够大大提高效率而已 这是原来IBM和深蓝所用的一种早期的人工AI 现在Google这个AlphaGo战胜理事实 用的是完全是另一种算法 那么另一种算法其实跟一为搜索也有点类似 只不过也是在这一为探索的时候 通过大数据来提高这一步探索的效率而已 现在我们做的是很笨 是把每一部课在每一围探索的时候 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尝试一遍 这种刷板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的人工智能无法获得成功的原因 就是这里面就是我们每一种情况 具体便利一遍 这个效率实在是太慢了 无论由于我们在人工智能所处理的实际条件 要处理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是太多了 因此在这里面无论你用怎样的机器集群 在这里面用一次重举所有情况的 这种一为是启发探索 你都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那么现在Google使用大数据 在这一步探索的时候 就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因为通过概率统计 把这一步探索由原来的每举行 那么减少为若干次有限次的探索 所以这个算法效率提高了之后 人工智能的这个效果就大大提升了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这里面 我们运行的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一为启发式探索 但实际上它跟我们现行流行的这个人工智能 还是有比较大的关联的 OK 大家我们运行完大家看一下棋盘的一个 大家看这里面这个数字就是满足条件的填充方法 从这里12345678不重复 这一行不重复 然后147238569 那么这一行每一列它的数字也不重复 然后在每一个3乘以3的直网格 大家看3乘以3的这个直网格 它数字也不重复 456789123它也不重复 789123456你看每一个这个3乘以3的直网格也不重复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一为启发式搜索 OK 这里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做法 OK 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整个的我们整个的工程时间上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OK 用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OK这个代码我会打包放到这个云课堂的附线上 大家如果在课堂中遇到任何疑问的话 请大家给我发私信 那么有疑问或者有错误的话 我根据大概的根据大家指出的意见立马改正 好 谢谢大家来到扩定迪斯林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后续的过程 谢谢